好 接下来是今天的妙招时间了 生活有妙招 窍门我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在妙招评论区的问题 窗外他问 经常喝茶 想了解一下各种茶在泡的时候 水温分别多少合适 这个喝茶健康好处多 但是想泡一杯好茶 需要讲究一些技巧 这其中水温的确是非常的关键 绿茶 黄茶等比较鲜嫩的茶 建议用80度左右的水 不能用100度的沸水冲泡 否则这个茶芽就会被闷熟 泡出的茶汤黄浊 滋味比较苦 维生素也就被大量的破坏了 也就是俗话说的熟汤失味 那泡各种花茶 红茶 乌龙茶和黑茶 就得用100度的沸水冲泡了 如果水温太低 渗透性不够 这茶里的有效成分进出来的比较少 茶味就很难发挥出来 就显得淡薄 还有一个除了水温 这个茶具的选用也是有讲究的 绿茶 黄茶 白茶 一般适合用玻璃杯或者是钙碗来泡 泡茶的时候可以观察到 这个茶叶在水里缓缓地舒展 而乌龙茶 普洱 红茶就适合 胡泡或者是钙碗泡了 希望今天的妙招对各位有所帮助 好 接着往下说其他的新闻